王健林 张伟 雷军等商界大佬接连被造谣 法律怎么说 马克兔温曾说 谎言跨越半个地球的时候 真相还在穿鞋 15日 万达董事长王健林被传去时的爆炸消息蔓延网络 随后万达发生辟谣 相关平台封禁用户 但大众舆论仍未平息 从行政责任来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25条规定散布谣言 谎炮险情 疫情 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 故意撩乱公共秩序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除500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轻的 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而社交媒体的交互性 低门槛和传播的直接性 使网络谣言的内容具有多样性 诱导性 很多网民素质参差不齐 无法判断网络谣言的真实性 更有很多网民为了取落 谋取利益 博认眼球或者变相发泄而散播不实信息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 知名律师田小琼 接受中心经委采访时表示 过去网络造谣都是认定为寻衅滋事的 从迷失的角度来说 企业或者个人被造谣 也可以起诉走民事程序 2017年 关于董明珠将退位的消息 在网络上迅速疯传 董明珠本人出面斥责 某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 对于一个企业妄加评论是错误的 这是对于企业的伤害 呱哈哈创始人宗庆后曾说过 请让我们这些有良心 守规矩的企业免受谣言的伤害 在一连串辟谣事件背后 保护好企业和企业加声誉 严厉打击谣言犯罪 仍任重道远